無論上星還是太陽,天蠍座,農曆四月是你們一個很自卑的時侯 你們會很overly protective和defensive 別人說一句,你們會覺得他們是對人不對時 你覺得他們是針對你,是笑你,是野餘你 我希望你們不要無限擴大一些事情 特別是一些超級無敵雞無算屁,人家真是無心之失 是言者無心,但你聽者有意的問題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你可以將這些事情跟你身邊信得過的人 因為我相信這些超級無敵芝麻綠豆的事情 如果你跟一些比較不熟的人在說,他們是會完全在質疑你的人格 你變態這樣都很生氣,但一些比較熟的人,你的家人 你先跟他們嘗試反應,然後你讓他們嘗試判斷 你說你覺得他這樣是不是特定… 你講一些令你不開心的事情,然後你讓身邊的人去判斷 你自己不要太多事情想別人 但我相信你身邊的人都會作出一個正確的裁判 就是說,其實你真的想多了,人家是無心的 你不要將這些無限小事放大 我想說,其實完全一切都是你們自己自卑心作祟 很容易覺得自己不足、膚淺 所以,一個小銀又涼滅 如果你想將這個不好、不良的壓力化為一個良好的動力 那何不你們自己去增值自己 去讀多些書,去學多些東西 你這麼怕別人看不起你 那你便將自己變得有份量一點 因為如果你的這個自卑心作祟的話 你會很抵抗、起曬 而且你會變得超級無敵、沽寒、自私 這件事是對你的… 因為這裡跟那個不交點是有一個… 形成了一個特別的上位 所以如果你保持這種性格的話 其實它會影響了你整個人生的道路 所以這個農曆世穴 你不要小看這顆自卑的種子 它是可以發芽成為之後 擋住你人生要去進步的道路上面的一個… 一棵大樹 OK 那… 我建議你去增值自己 吸收多些知識 如果你真的很難受不開心 那你嘗試一下… 為了我藏起思維 第二就是藏起思維 第一就是藏起思維 第三就是藏起教育別人 尤其是教育小朋友 這個時匯就會帶到一些不關重的感 giving 令到你自己覺得原來自己是有價值的 教育別人其實都可以跟你在第二個工作方面呼應 例如你在職場裡經常主動肯去教多些同事 會令到你有一個更加強的佩服 但如果不是的話 你教一些任何年紀給你輕的人 甚至尤其是小朋友 看看你家裡會不會有指責給你教 這些都是會令到你的心理平衡一點 但再次我真的想說 你去關心的事實在是很危險的 好心你們不要那麼濕濕碎 你真的把這些事去問問你身邊的人 他們全部一定會說你是想多了 好 但是說回一些開心一點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聽完這個錄音就生氣了我 你們可能這裏就真的是我自己 夫子自導 我在這裏說你們很自卑 濕濕碎那些事 可能你們就是因為這條影片之後生氣了我 希望你們不要這樣做 好 無論如何 農曆四月 如果搬屋是好事 但是只限於搬一些很近很近的地方 什麼叫很近呢 在香港 用香港的這個面積來計算 我會說兩公里之外 OK 兩公里都嫌不完 一公里之內才叫近 如果你搬得那麼近 是可以去做的 又或者你家可以來一個大大大翻身 一個超級無敵大改造 小裝修不算 添置傢俬不算 是一個超級無敵大翻身 最後又或者 一些跟鄰居有關的東西 原來你們去做會得心應手是會大獲全盛 這些都是你的左倫有利 你跟他們的相處裡面 你會學到很多東西 當然你認識人多 你經常聽他們的東西 會學到很多東西 但是又或者 你們一起參與的一些活動 原來都是可以令到你增廣見聞 例如我當你們的大廈要去做一些大維修 大翻身 OK 你們要一起去招標 要去收標書 找會計 原來這也是一個 增長你人生月曆的過程 OK 好了 最後也去恭喜一下你們 如果你們一直在拍拖的話 農曆四月 非常之有機會 是會被人求婚 訂婚 甚至一來就閃電結婚 不過 唉 有一件事又要注意一下 就是 因為現在要去到一個 人生大事 超級無敵 強的 commitment 入 你要入這個門檻 但是我自閉 就是自拍 就是你們到這一刻才發現 咦 原來你跟拍拖這麼久的這個人 不論多久 原來你們有一些很強烈的理念 是沒有共識的 原來有一些 他有一些想法 你從來都不知道 或者有一些你很重要的信念 他是不接受的 例如到現在你才發現你們政見不對 或者 一個想要小朋友 一個不想要小朋友 或者一個是想和家人住 一個想你們兩個自己相宿相妻 咦?你到現在才發現這件事 你會有些害怕的 那也請你們有這個心理準備 拜拜